我们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从今天开始要叫候选人了 因为他已经抽签了 抽签之后就是正式的候选人了 侯友宜公布了国防外交政见 那在国防的部分 是以强健国防贺阻战争为原则 国防预算106亿 他要调高战斗加紧 还有志愿役的加紧 能够提升军人的荣誉 所以93军人节要改名叫做 全民进军节 更多详细的内容 赶快连线给我们漂亮的李嘉宇 首先教练带来 关心到国防总统参选侯友宜 今天在竞选办公室 发布了国防外交的政见 除了提到了志愿役 可以加薪百亿 还有军队的预算 可以加薪之外 还提到了每个月在前线 可以加到1万块 那同时也提到了 其实国军在民长执政之下 备受的不被尊重 也因此后宜有提到了 他希望能够更照顾国军 也希望能够在93军人的节时候 改变成全民进军节 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金人加薪百亿 以及强健国防的十个力量 在这里面 我一个一个来跟大家说清楚 我的纸张 回到我当时我讲的 就是3D战略 那3D战略里面 国防一定秉持着强健国防 贺阻战争为最重要的原则 那这里面 我们的国军是打造一个精锐 善战灵活的国军部队 所以要大幅提升 我们是等于我们大幅提升 世纪外的接战能力 世纪外的接战能力 我们要提升以外 还有接战的效率 跟杀伤的效果 我们要达到既有赫尔子的效果 所以在强化国军换台的时候 我们可以夸海 来共打共青的目标 来联合质押作战的能力 但不会将换台 没有关系的民生基础的设施 略为目标 打炸国家队越打越多 我们要成立一个打炸火网交叉网 密集的压制 诈骗集团 诈骗集团是让人民最心碎 暗虐忌 因为我不敢说的 很多知识分子被骗了以后 连说都不敢说 阿公阿嬷 尽管骗他 在拔手才有很多 这些人有很可怜 一生的机器都没有了 民进党你敢不敢 八年了 打炸都快速成长 那你这种结构式犯罪 你要不要好好地想一想 打到用子之犯罪的形态 重做 所以骗得越多 就要关得越久 不要老是用意识形态 我有一完全没有意识形态 我也是警察出身的 保家卫国 是我的终身责任 好 霍仪是有再次提到 他的3D战略 不只嚇阻以及增加对话 以及沟通 希望能够增进两岸的对话交流之外 也希望能够去了解说 对岸的一个准备状况 还有我国国军如何去加强 自我防卫的能力 而今天国防部的副部长的前部长 陈永康也有来到现场 来替后仪解释一些比较细节性的 国防的一些问题 那一样呢 今天立委江启臣有补充说 在外交国防上面呢 不只看到民进党在断交九国之后 要如何维护邦交 还有如何去从国防出发 来维护外交跟其他国家 可以做好三边的一些关系 打好比如说美中台三方 以及说一些经贸关系 不要像民进党一样 只想要赚取一些政治红利 才来骗选票 那另外呢 是有提到了 其实侯友瑜呢 现在是专注在打击弊案 尤其是很多的选战主轴 他提出了一些政策牛肉 也包括了打诈国家 对他提到了过去呢 其实他遇过他朋友 被骗了三千多万 而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每年的诈骗总数 是六万多件 那有三万多是黑数 他也认为说呢 现在民进党呢 都没有在雇这些人 尤其是赖清德 他过去不是为了 为建老家而哭吗 但是现在不是应该 为受害者而哭吗 以上是我们找到 的一行箱镜头 再好您 好 各位观众你知道吗 每次到了选前之夜的时候 这个地点就非常的重要了 很多人都要抢凯道 尤其现在呢 这个2024总统大选 倒数计时 所以呢 凯道 凯大格兰大道的路权 变成兵家必争之地了 最抢手的选前之夜 在这个星期三 13号的凌晨零点开抢 对此呢 党公共就说啊 抢这个凯道路权哦 比那个抢大巨蛋的门票 还要速杀 包括现在已经74岁的 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旅锦 就说自己星期天半夜已经亲自到网咖 帮国民党去抢这个凯道的场地 而且他要连续抢四天 半夜11点50分 他就要坐在网咖的电脑前面 为什么呢 因为网咖里面的电脑 速度是比家里的这个来得快了 好 除了凯道之外呢 民进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肖美琴 他在2004年的时候写了一本自传 那当中呢 他就有特别提到自己的身世 他有他有一个章节 就完全提到自己的这个 这个包括自己的国籍等等 他就有提到他自己只有美国籍哦 这是他自己写的哦 如果他放弃国籍的话 他就会变成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那调出过去的受访资料 你就会发现 这个肖美琴呢 其实至少有三次变换说法 有的时候说他是美国籍哦 如果这个没有美国籍 就是没有国籍了 有的时候他是说他是中华民国籍 从来都没有美国籍 对此呢肖美琴表示 相关的法律认定资格 经过审核都没有问题 乔尿他自己从来没有放弃过 中华民国的国籍 但是如果根据他那样 他那个书里面那样写的话 他其实当时是只有美国籍的 所以到底是那个书在说谎 还是现在要选副总统的肖美琴 再说谎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但是肖美琴却说我是真正的台湾人 第一个呢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中华民国的国籍 这一点内政部也都已经调查过了 那么第二个呢我曾经有过美国籍 那后来也在2002年放弃 那至于其他的问题就是法律问题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要尊重我们中选会 在我资格的认定上已经做的相关的调查跟审核 那么早年20年前的书里面 在我在陈述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 在户籍的规定跟国籍的规定之间 很多人真的很容易搞混 那我在争取中华民国身份证的过程当中 在论述上如果让大家觉得比较不清楚的地方 我想这个相关的法律认定资格 也都已经经过我们国家相关的机构来审核 所以我想这应该都是没有问题很清楚 那我就是架杠的台湾人 好中选会当然说他没问题啊 因为中选会也是自己家的嘛 所以现在如果你说他有问题 拿去中选会再查一次 中选会还是会跟你说他没有问题 但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他自己心里很清楚很明白 好看完了民进党的这个副总统候选人 打死不认自己美国籍之外呢 再来就看到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是又哭了 他回到新北市为党内同志站台助选 讲到自己的老家违建争议 忍不住又雨带哽咽了 甚至我们已经有网友说 他已经想到一个哽了 就是选前之夜 赖清德就去拆自己家的违建 然后他的妈妈哭倒在那个违建前面 有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我觉得好像对民进党来讲 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的董哥就说了 赖清德在新北万里的老家 早就被这个证实他是寄存的违建 只是占不拆除 但是赖清德不缴税 然后多次只要一讲到违建 他就开始哽咽博取同情 这脸皮未免太厚了 那个赖清德那个违建 根本就百分之百是违建 那个怎么会不是违建 只是他是属于哪一种违建呢 寄存违建也是违建嘛 只是说因为政府没有那么多能力去拆除 所以他采取一个方式叫做占卜拆除 占卜拆除你还是违建啊 那这个其实都看得很清楚 可是你这个违建跟别人最大的不一样是 你不缴税 别人的违建要缴税嘛 所以你的脸皮天下无敌 还好意思在那边哽咽 这种人老实讲 你怎么好意思去当总统啊 对不对 到时候你要当选的话 全国只有总统是不用缴税的 这不是很好笑吗 那要不要把他勒在献法里面 羞羞脸 我看这种人 还假装哽咽好几次 你要博取谁的同情啊 那别人的违建猜除 他对他的违建没有感情吗 他拆掉他也是很伤感啊 家里一定是房子不够 或怎么样 都盖一个厨房 都盖一个书房 对不对 就这样啊 大家都有感情 为什么独独你可以这样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